也是南部的消息 今天小英主席是在全力的拼选举 民间党主席蔡英文 今天启动了总统还有立委选举造势的活动 她将巡回全台举办73场的国政说明会 第一仗就从她的家乡出发 她的故乡屏东 而且她在登台演说的时候 她要求故乡的乡亲绝对不能让她漏气 要让这一届总统选举在屏东的得票率 至少冲破六成 民间党主席蔡英文 全台国政说明会第一场选择从故乡屏东出发 蔡英文首先就要乡亲帮忙 要冲高得票率不要让她漏气 要我多少票 最少的60%好吗 好吗 这五号说明中就给我们求 蔡英文在她的故乡 都不过两十八 就不民主的 这样不好了好吗 上一届立委选举 民间党在屏东拿下了58.9%的得票率 蔡英文定下2012年要破六成的目标 她还亲自在非和家园活动中联署 要相亲共同支持 让屏东和三场在2025年除役 在故乡 民众抢着握手签名热情回应 下午来到高雄 民众也喊出要超过六成的得票 当场还有人鼓吹蔡英文搬来高雄 没有没有要住高雄要65%以上 在高雄替新世代立委站台 蔡英文也要催出年轻的手头组选票 蔡英文预计利用两个月时间全台走透透 一共要举办73场的国阵说明 选择从台湾委出发 向人民报告凝聚支持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最新闻